我們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蕭先生致辭,有請 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 何靖副主任,李慧琼主席 我很高興可以參加今天民建聯三十週年的慶典 三十年是長時間,比我們特區成立大五歲 所以我進來的時候,特別是覺得民建聯在多年來為香港作出的貢獻是很重要的 我剛才聽到,由五十六位會員,變成四萬多位成員 這個成績是輝煌的 而且我看到有些資料,就是開頭只在四區裏面有支部 現在是十八區,都是很成熟的,一個組織 再者呢,開頭呢,至我知道呢,第一位立法會議員就是譚sir 譚sir,我很多謝他做了我競選辦的主任 我也是民建聯的得益者 現在呢,現在就有十八位,立法會議員其實不止的,本來十九位 我也是受惠者來的,因為呢,我也是很重視人才的 那其實呢,我覺得呢,政黨它培育了人才,不止是自己政黨的成功,也是社會的得益 那現在參與特區政府,民建聯的呢,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一位局長,許正宇局長,有兩位副局長 就是,Clyman,還有Bernard,陳百里,還有胡劍物 另外呢,有兩位,就是政治助理的 一位呢,就是葉俊年,一位呢,就是張俊樂 那麼,當然還有一位呢,就是張國均先生 但是他就做了我們副司長 那麼,我多謝民建聯呢,就幫我培育了這五位人才 其實是六位啊,那麼,我覺得呢,人才是重要的 而在我參與民建聯的一些活動呢,我都很樂意參與他們的人才培訓 在人才培訓裡面呢,其實呢,我都是獲益良多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在講者裡面呢,有一些,我們覺得是一些很理所當然的事呢 當你聽到在座的人士提問的時候呢,你的體會是很不同的 好了,今天呢,我是第一次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呢,參與民建聯的一個勝會 明天呢,我也是以第一次行政長官的身份呢,參與立法會的答問大會 我是會答所有議員的任何問題的,任何問題的 要先澄清這件事 那麼,還有呢,就是 就是,等於李慧琼主席呢,非常重視習劇民主席 在出月一號,對我們香港發表的重要講話 所以我在回答,立法會秘書處的信件的時候呢 首先大家要清楚,我們這次呢,政府的行政署呢 是回答立法會秘書處的一個查問 是行政長官會不會發言 兼且會不會想聚焦討論什麼問題呢 我們是回答立法會秘書處的查問的 如果立法會秘書處沒有問呢,我們就根本不會有答案的 既然問了,我覺得這樣 第一,我是非常重視習主席,對我們的重要講話 我相信呢,社會大眾也非常重視的 國際也都非常重視 所以在我去考慮 答立法會秘書處的一個查詢的時候呢 我就說,啊,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一定要大家去討論的 縱然我是回答所有任何語言的問題 它可以天南地北 但如果是我們聚焦討論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要的 所以因此呢,我們就會建議了 某一些,如果大家覺得是 應該是向社會去傳遞的重要訊息的 我們可以討論這些範圍啊 其他問題天南地北,無人歡迎 這個也是立法會議員的一個權利來的 但我在這裡也都想說呢 就是,7月1日對我們特區政府的意義 除了是習主席 對於我們整個香港的重要意義之外 對於我們特區政府 是一個非常鼓舞的一天 不單止是因為我們就職 最重要呢,我們是非常之 榮幸,獲得習主席 親身來到監禧和鼓勵的 在我們就任之後的第三天 因為第二天就打風了 第三天我們已經開了一個內部的會議 討論習主席的重要講話 我們如何實踐在我們施政裏面 這個正正是剛才 就是李慧琼主席所說的 學習和實踐這些重要講話 我們的方向和目標 我另外一樣想說就是 在這五年的關鍵時刻 中央給了一個重要的任命 我們整個香港 就是要由智及興 智及興裏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在我心目中 不只是一個制度的設計 是要在制度裏面的人 將愛國者治港這個原則 怎樣弄好,怎樣落實好 有些人經常問我平時的一些私人活動 問我看我有什麼運動、興趣 很多人都知道我練氣功 我練氣功練了25年 前七年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就是坐在這裏耳藥木雞 出汗就覺得有反應 其實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因緣制義 所以經過某些啟發 就是緣分學懂了某些功法和道理 從而進入了打通越位的一個過程 現在我覺得我也是師傅級的 但是呢,我為何和大家分享我 經過25年氣功 我最初七年是完全是根本無法進入去的情況 而之後呢,我覺得我由一個不懂氣功到一個師傅 就是這個啟發我希望和大家分享 就是愛國者治港裏面 給了這套拳我們 你們自己香港 愛國者如何打好這套拳 令到我們真真正的競爭力 可以打舞台 而可以戰勝 克服困難 戰勝問題呢 就是我們大家要共同探索的 我是在探索中 但我也都期望每一位愛國者 都共同探索 這個不是你和我的榮譽 這個是因為香港這個格 我們大家都希望見得更好 亦都是中央給我們的責任 將香港建成一個由至及興的五年 之後我們就昂首闊步 邁向發展 邁向更高台階 所以在這個愛國者治港這個原則之下 我希望大家多思考 特別民建聯是一個我們最大的政黨 亦都有這麼多人才 在我和立法會實踐愛國者治港的過程裏面 我希望和大家去摸索一個 我們可以打通任督而言 的一個方法 我會交這個責任給大家 同為香港開新片 這個同就是我們所有香港的人 特別是愛國者 特別是大家在場的 每一位參政有經驗 有自貴人士 我期待我們大家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之下 立法會既監察政府 亦都跟政府配合 製造很多措施 為民、為社會、為青年 建立一個大家覺得非常溫暖 非常有希望的家 多謝大家 多謝民建聯 多謝李家超行政長官 請李家超行政長官留步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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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